俄罗斯新一波的轰炸目标 现在已经转移到了乌西大城利维夫 俄军方面是疯狂发射了巡弋飞弹 至少上百栋的房屋毁损 当中还包括了一座幼稚园 已经被炸成了弹坑 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肖伊古是持续呛杀 他说西方提供的武器都没用 乌军的反攻已经后继无力 建筑物被炸得交黑 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陈胜发射了KH-101飞弹 炸的还是距离乌冬战士前线 有将近1380公里远的西部大城利维夫 俄罗斯相隔一个多月再次轰炸利维夫 这次还炸了一座幼稚园 造成至少上百栋房屋毁损 民众饱受惊吓 因为飞弹就掉在自家车库后面 还有一名老奶奶在睡梦中被惊醒 才发现什么都没了 这次的轰炸亮成至少4死19伤 而乌克兰政府更指出 在这些俄罗斯制造的飞弹残骸中 居然还发现了30个外国晶片 直指各国制裁漏洞摆出 让俄罗斯还能取得外国晶片 英国国防部的最新勤资对乌克兰来说也不是好消息 英国国防部勤资指出 俄罗斯爱用的伊朗见证者无人机 未来不用靠进口而是自产 而且已经派上用场 代表俄军未来会有用不完的无人机烂炸乌克兰 尽管乌克兰还是持续反攻 但是进度越来越缓慢 这一切看在俄罗斯眼中就像垂死挣扎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肖伊古 出席俄罗斯主办的跨国军事安全论坛 大酸西方军援重看不重用 俄罗斯总统普钦也在这场论坛上再批斗欧美国家 普钦对美国北约开炮 而此时波兰也以盛大阅兵大秀军事肌肉 秀出美国的爱布兰坦克 南韩的K2 德国的暴室坦克 还有爱国者防空系统 波兰数十年来最大阅兵 演给谁看的 大家都知道 一个俄罗斯一个白俄罗斯 两个俄邻让波兰相当不安 尤其和白俄在两年前就因为边境移民之乱 结下梁子 现在又来个瓦格纳在边界纯粹欲动 卢卡申科曾经在和普钦会面时 用半开玩笑的方式透露瓦格纳的动向 这让波兰如坐针毡 马上就在边界增兵 如今的大阅兵也要警告普钦 别动歪脑筋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俄罗斯不只是袭击了乌西大城 同样也瞄准了南部的奥德萨 多脑河岸的港口 把骨仓也都击毁了 更多的详情 邀请记者韦加琪带我们来掌握 就在全球爆发粮食危机的同时 现在俄罗斯又用无人机来攻击了乌克兰的骨仓 对于全球的粮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原来是乌克兰举控就俄罗斯 两度利用无人机来攻击他们 南部大城奥德萨的多脑河港口 毁损了他们仓库不说 而且连他们的骨仓也一并毁损了 他们还因此发布了一个小时的空袭警报 不过这样的动作当然也影响到全球古物了 因为大部分约四分之一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古物都仰赖多脑河的港口 来做输出 那么俄罗斯这样的举动也带动了芝加哥的小麦期货 价格盘中就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三 那么这也是自莫斯科退出了黑海古物协议以来 最新一波的攻击行动 现在不止乌克兰很头痛 就连全世界也对于这样的举动挤摇头 而就在俄罗斯袭击了多脑河骨仓之际 在乌克兰依旧是有货船再次来起航了 这也是他们首次来使用所谓的 专门让商船进出的新临时走廊 这能够舒缓目前的困境吗 继续请加琪来说明 无论战舰开战以来 有不少的商船就受困于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政府要帮忙想想办法了 透过这新的临时走廊 要让这些商船可以离开乌克兰 乌克兰的政府宣布了 有一艘货归船已经离开了 黑海的港口前世奥德萨 那么他们也是第一次使用 专门让商船来进出的 这一个新临时走廊 其实在8月初他们宣布设立之后 也就是从战后 在受困在乌克兰的这一些货船里面 他们希望可以让他来离开 不过我们待你来看到的是 这艘商船是香港挂牌的 约瑟夫舒尔特号货柜船 那么它里面再有2114个货柜 整个重量超过了3万公斗 它现在算是很倒霉 因为它在俄罗斯入行乌克兰的前一天 也是去年的2月23号受困的 2月24号战后开打之后 它就停留在奥德萨 就一直出不去 不过现在有机会出去了 他们也认为这是在测试 俄罗斯的威胁性 第一个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尊重这一条航运走廊 再来就是航运业跟保险业 到现在还是透露出他们的担忧 因为他们觉得 俄罗斯很有可能 把他们当成攻击目标来攻击 另外是欧盟主委会原本规划 要用于双俄的合作资金 宣布将会转用在乌克兰 以及摩尔多瓦 用于设立谷物出口的陆路通道 只是这个传闻 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些变数 喊咖了 再交给佳琪 欧盟现在打算把48亿的 双俄合作案来改变方向 打算现在要来去援助 乌克兰跟摩尔多瓦 怎么回事 原来是欧盟的局委会 过去有一个合作案 他们是跨国的合作计划资金 大约是1亿3500万的欧元 那么算一算 大概是台币48亿元 那么原本是打算 要跟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来做一些合作的 不过现在随着战争爆发 他们决定改变方向 来指寻乌克兰跟摩尔多瓦 披荐一些古物出口的陆路道路 我们都知道 现在除了这个海陆 已经被封了之外 现在陆路也要来交出口 那么为什么会让他们改变决定 他们说就是因为 这一场残暴的战争来决定的 因为在去年3月 他们就已经暂停这项计划 也冻结资金了 但是支持去年5月提出的 欧盟乌克兰团结通道 那么未来他们希望致力于 包括了像是出口谷物的通道 还有一些医疗 卫生跟教育 甚至是跨境运输网络 还有强化一些公共服务等等 那么他们希望把这一笔 48亿的资金拿来运用 在这两个国家上面 对于欧盟来讲 也比较符合他们的标准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资讯 不妨扫一扫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国际消息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